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隧琦 今天是奇奇怪怪的挑战 今天挑战的是猜哥 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华小曲 没有什么可以难道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初集猜哥 在这个环节中你将会听到的是 2000年左右发布的华语音乐 那都是歌手的出道曲 或者首张专辑的代表曲 当音乐片段播放结束后 三秒钟内准确说出 歌名和歌手民视为成功反之将要接受惩罚 惩罚 打开黑算平台闻一下 这看起来 一点不对 Oh my god 开始吧 我们是你 明明都有感觉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但我听出来 这个歌手是SHE对不对 我听到了Ella的声音 然后他们中间还有换人唱 但是我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 各位老师对不起 这首歌叫什么 这首歌是他们的出道曲 炼炎未满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是流星花园主题曲 F4唱的 陪你去看流星雨 流星雨 F4唱的 张绍涵的仪式的美好 周杰文的龙卷风 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张 不是 爱你别走 爱你别走 爱我别走 反正是张正月的对不对 五月天呢 后来 五月天拥抱 那我还是听出来是五月天了嘛 我听过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歌 各位老师对不起 非诺海 我要我的羊 第一关挑战 成功四手 失败两手 我要 闻一下这个是吗 大家都把鼻子捂上了 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过来啊 挺香的耶 就是那种 可以下饭的那种感觉 可不敢胡说 制作主现在被我搞得 整个人神情崩溃 那我闻两次它是吧 一次 两次 啊 街上猜歌 在旧环节中你将会听到的是 几位华语歌手的代表作 这些歌曲都层红极意识 传上极高 手术都是当时KTV的第一点曲目 音乐片段会随时停止播放 在播放节目处后的三秒钟内 及时且准确 接唱下一句一致为成功 反之 咱要接受惩罚 惩罚大 开一扇屏盖 闻一下 啊 啊 带我走 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 又将成为了我 带我走 哎呀 我不会猜 没有说 可以难道 各位老师 对不起 歐白小帅 想陪你多想一点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王心灵的爱你 就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后悔来 带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买卖 让我展开 让我明白 放手你的爱 木龙小小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哦没有 两个世界都变形 难道不是我爱你 好了我不会参 后面 各位老师 对不起 两个世界都变形 我爱你 未知才何容易 哇 我觉得这样听得好不习惯哦 我一直以为后面就这样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爱回不来 而你总是台湾明白 最后才把话说开 哭着求我留下来 我零的 我零的 我 爱一生情愿 希望我能感动 上天 不严 兄弟妹 让我们黑夜了好吗 我们还能不能 男人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还一直当我 显得我好妥啊 好网络呀 我是存在于彩雲时代 因为我原来小时候 就天天坐在电视机面前 看那个仙剑旗下转三 然后每次放到一半 他就要开始放彩零 然后一会儿又是说 请发送短信至100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彩零 我每次就觉得太阳气 前奏开歌 在这个环境中 你将会听到极端的歌曲前奏 请根据你所听到的音乐 猜出是哪一位华语歌手的哪一首 经典曲 请在前奏放棄说后三秒钟内 准确输出答案 北极达错三题 三个结束终极惩罚 终极惩罚 吃一颗黑蒜 客观不可以 你靠得越来越近 客观不可以 马上猜一个曲量 不想长大 不想长大 SHE 十年 陈奕迅 今天你要嫁给我 包哲跟蔡依林 死了都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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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音乐团 周杰伦的 不是吗 不是吗 可以提醒一下 暑假一定会听到她 暑假一定会听到她 那就是环座哥哥 或者星白娘子传奇 再放一下开头 求我们 求求你们 那我就输了吧 我放棄这道题 原来这首歌前奏是这样的呀 它直到上古典我才听出来 咚咚咚 还有最后一首 这首是终极条件 我们做一个约定吧 如果这首你拍出来了 色字组 你选一个人来吃一颗 好 这场合你拍不出来 你就要吃一颗 好 放吧 我一定能猜出来 你过来啊 你给骑士我就不让你吃 你拿出来周杰伦 我常常给你解释 什么好有道理啊 好有道理啊 再说一次 这开头可以是 周杰伦的跨时代 真的可以啊 多放长一点嘛 放长一点嘛 放长一点嘛 放长一点 放长一点 但是我现在已经陷入跨时代的那个环了 手机给我 我给你们听跨时代的那首歌 一模一样 听 但是真的很像啊 如果有风声太多了 这个风声都一模一样 再放一次呢 我仔细再听一下 让我跳出跨时代的话 最后一次啊 好 我感觉我这个前奏什么都能接 风声声欲萌萌萌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这么野性的歌曲居然都不是 好 猜不出来是吧 我怎么忽然一下感受到它臭味了呢 江南 林俊杰 谁知道他开头是这样 好的 我觉得今天尝试吃了黑蒜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 但是 到底没有那么好吃 我觉得我的中华小曲库 还是能做住的 我还是比较厉害的 我的曲库跟前来人永远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最高成就 我的高功时刻就是那个六连杀 没有任何其事 我今天的挑战 你说成功吧 倒也没有那么成功 因为我把黑蒜吃下去了 但是 失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失败 毕竟我是有高光时刻的人 我最后也是因为高处 耐不住计谋 我觉得还是得 尝一下嘛 好的 今天奇奇怪怪的挑战结束 长按 点赞 就可以直接一键三连 别忘了 投币 收藏 转发 点赞 拜拜